当地时间3月9号 美国股市暴跌 三大股指开盘迅速下跌超7% 触发熔断机制 这是美股自1997年以来首次触发熔断机制 对此 中国外汇投资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谭雅林分析称 国际油价大跌是引发美股暴跌的重要原因 美国股市的石油股下跌是造成了美股的熔断机制触发15分钟停盘 熔断机制就是在它下跌的时候或者上涨的时候超过一定的指标限度的话 那它就会用熔断机制来终止交易 这样就避免惯性的那种情绪会对整个股市形成破坏性或者本质的这种冲击力 情绪加上流动性 加上美股本身在一个下跌的通道当中 那么出现这种现象也并不奇怪 谭雅林认为国际油价下跌属于短期行情剧烈波动 国内成品油价格不会出现大幅下调 国际石油价格可能出现反弹 我觉得成品油价格下跌 我觉得现在可能不会选择 因为这个是突发异常的情况 我们毕竟在很多成年既是产油国 也是那个进口国 我觉得发改委可能还会权衡 但是如果从我们疫情和产业复工的角度去看 并不见得特别乐观 即便油下跌了 我们的复工没有全面展开 上下游之间的关联和正常化没有出现 所以即便油下跌了会不会对中国有很大的影响 都是不确定的 石油价格恐怕还会反弹 但是反弹到什么程度 看经济环境 看疫情 还是不确定的 但是有一点可以确认 所有的技术价格指标如果跌得很大 很深的话 一定会有反弹 与美国股市相比 中国股市相对稳定 3月10号中国三大股市翻红 谭雅玲表示 从近期股票市场的表现来看 中国股市总体平稳 近期外围股市动荡比较大的时候 其实让我们股市的这个节奏跟外围是有特别大的差异的 因为我们的股市呢 可能就是相比较在低迷徘徊之后 处在一个稳定的状态 跟我们当前的特殊环境有关 因为疫情的这种冲击力 可能我们的政策维稳 这个意向是非常突出的 包括一些改革啊 还有就是证券市场的开放度啊 我觉得这些呢 可能都是我们以其他国家不同的一块 外资进入中国股市的这种资金的状态 是在时好时坏之间 那么偏向好的东西可能会多一些 所以中国股市内在的经济要素和外在的资金力量 并且使中国股市保持着相对比较稳 从投资角度看 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所副所长白铭认为 中国近期陆续出炉了大规模基建项目投资计划 复工复产正在有序进行 这将对中国资本市场产生积极影响 建议投资者保持关注 对于股市来说 我觉得未来的成长 可能爆发点还是在科技 投资者可能在这个科技方面要投入更大的关注 特别是这个所谓的新基建 科技型的基础设施 如果说上涨过高 那么就有很大的泡沫 是吧 这种风险大 突然说上涨过高 请不吝点赞订阅